這邊介紹一個簡單的 熱鍵的使用技巧 有時候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我現在畫圖的時候 需要同時間 參考一個影片 那我這樣子必須 很多人看很多人用滑鼠這樣切來切去 這樣切換畫面 這是非常慢的 而且你經常使用滑鼠 用右手經常使用滑鼠的話 這事實上容易造成肌腱發炎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做法 我把它分成兩個視窗 分成兩個視窗之後 我這樣可以使用 左手、大拇指跟無名指 中指 大拇指壓著ALT鍵 中指壓著TAP鍵 我就可以做螢幕上的切換 可以做不同視窗的切換 那我現在把它切換成 畫圖我就可以在那邊畫圖 然後切換到影片 甚至可以把影片全螢幕之後來看 我這樣看得清楚 然後可以在那邊畫圖 TAP鍵可以做切換 OK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謝謝